來 開始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來介紹的 是DASUS的IS系列 那這台車是2014年的 車型的話是IS300H H的話是Hybrid 是油電的車款 所以它的引擎是配置2500cc 油電款 懸吊系統的話 前方是雙A背的懸吊系統 後方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可是它前方的避震器的話 有兩種形式 所以如果您是2014年之後的IS的車主 在選購KT避震器的時候 我們的小編會跟各位來做一下 確認規格的部分 像這個的避震器的底座 這個有一個鐵套式的 像這種的 還有另外一種 它是摸字型的開叉式的 兩種的話 KT都有對應 專門對應的車款 所以如果要下單的時候 請各位車主 特別跟我們的店家 跟我們的機銷商 跟我們的小編 確認這件事情 所有的車型都有 這個前方上座 它的規格跟前一代的IS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上座 KT也有附 後上座的話 也有附 它的後上座 前一代的IS的系列 它後面也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叫IS250 那這個世代的話 就變成彈簧跟避震器 是分開的多連桿結構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 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 節省車室裡面的空間 所以它的車室裡面的空間 會比前一代 稍微來的大一點點 那這個懸吊系統 也是現在的趨勢 所以這個的阻擬值 就不像一般的 Toyota車系 或者是Nissan車系 那麼的軟 它是還有 也比較有Q度的 那我們剛剛也想說 來拉一下它的阻擬值 看看 這個也是TOKIKO的 我們在Toyota的 RAV4 5代上 也有看過這個品牌 這個都是日本日製的大廠 它原廠的品質相當的好 相當的不錯 這是後方的彈簧 它的感覺很粗耶 它的彈簧的線進感覺很粗 後方的KT的配置的話 是配置10公斤的規格 跟它原廠的硬度的話 也差不了多少 那有的車主會想說 這個後方怎麼配置那麼重的彈簧公斤數 其實彈簧公斤數的話 跟車重有關係 跟它彈簧擺放的位置有關係 就是一個幾何位置 所以這台車後方的話 它原廠的配置就會看著覺得彈簧比較粗 其實沒有比較重 是因為它擺臂幾何的關係 那KT裝上去的樣子 大概像這個樣子 這個上方有一個上座 所以它後方拆裝上座的時候 現在有一些比較新的車款 它可能不希望還需要拆裝 避震器的時候還得要拆內裝 有可能也是因為它的隔音效果 車室裡面的隔音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它都是由下方鎖兩顆螺絲的 那這個這個這個這一個這一個 這一個世代的上座的話 它是要拆內裝的 但它拆內裝也不會很繁瑣 它只要啊 這個試毯往內摺 這個試毯 這個試毯往內摺 然後這邊的話是有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打開之後 從這邊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如果要調整阻尼 也可以從那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車主也是 也是跟經理捧場的第二台車 之前很久之前的話是開小鴨 也是找經理來換裝避震器 那他說已經等了很久 避震器也差不多該太換了 所以就選擇配列的產品 那很謝謝車主 都一直繼續捧場我經理做的產品 好 那這個後方的彈簧配置的話 是10公斤嘛 是直捲式的10公斤 原廠也是直捲的 那有可能車主啊 會經常看到經理做之前的影片的話 會介紹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為什麼什麼車款需要用燈籠狀的 什麼車款是需要用直捲的 像剛剛我們看到 這一台iOS的車系啊 它的後方彈簧 原廠就做直捲的 其實原廠前面的彈簧也是做直捲的 因為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雙臂上我經常看到 現在賓式的W205或者是 BMW的3系列 G系列或者是前一代的F系列 更前一代的E系列 後方一律都是用直捲彈簧 所以彈簧的形式沒有所謂的好與壞 端看不同車款它就有不同的設計 後方的大概結構設計像這個樣子 那它的上方有一個彈簧調整機構 它是在調整車高的 下方有一個轉接座 下方轉接座的用意 就是希望轉成這種直捲式的彈簧 這裡有這個應該是藍色的 這個是Hotless加出的防晴桿 後方的連桿機構很多支 而且都是旅行的 所以它的底盤用料 用料也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是前面的引擎 這一顆就是2.5升的油電引擎 所以它的型號就是IS300H 那上座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台車前面基本上來說 算是還蠻好拆裝的 所以這裡有一顆旋鈕 KT的Logo這裡 往順時針就是變硬 這樣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所以拆裝也還蠻簡便的 前面彈簧我已經忘記了 前面彈簧應該是212公斤 對212公斤 那這裡也有拍得到這個防晴桿 前面也有加速防晴桿 那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KT的這些零件 全部都是用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但前面避震器的下方 如果您是這台車的車主的話 在下單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它前方有兩種形式 有一個是剛剛是一個鐵套式的 一個是MOS型的腳管 所以兩款的話避震器是不共用的 那前方的配置的彈簧 212公斤 前面的車高調整比後面簡單多了 我們只要把兵線器的長度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縮短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的車高的調整範圍也還蠻大的 但這台車它的轎車形式 它比較兼備了一點跑格 所以它的車高其實原廠並沒有很高 原廠就大概30幅左右 比較多的一個車主的車高設定 大概都在一指半到兩指左右 因為它的鋁圈 它的車子的外觀跑格就還蠻好看 所以再配上鋁圈 車高在降低之後 它整個一個改裝的風格 就能凸顯出個人想要的一個感覺 那這台車我們之前也有拍攝過影片 所以在YouTube上面應該也找得到其他的 其他IS車系 之前的話應該是IS200H吧 那如果車主的話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搜尋看看 那KT的用料也相當的不錯喔 像是IP的主尼友 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日本NL客的遊風 用料的話都是一時之選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